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长相却一般 因此 杏子妈妈接受了后世财礼把女儿嫁了后 又觉得下嫁 但心里有点瞧不起柱子 对杏子公公婆婆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杏子生孩子时 她妈妈过去照顾坐月子 母女俩只负责带孩子 公公和柱子是做工程的 基本都是早出晚归 家里买菜做饭 洗衣整理家务全是婆婆一个人的 伺候儿媳妇做月子 婆婆一点怨言都没有 每天出门买菜前 都会问问杏子想吃什么 只要菜市场有的 都一一满足 有一天 婆婆买菜回来晚了点 错过了上午十点 给儿媳妇煮到遭鸡蛋的时间 杏子妈妈就大声嚷嚷 买个菜需要那么久吗 我看你是故意 不想给我女儿弄吃的 我在这里你都这样虐待她 如果我不在 那我女儿是不是要被你们欺负死了 亲家你看你说的 杏子是我儿媳妇 是我孙子的妈妈 我怎么会虐待她呢 买菜回来是公交车 和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碰擦 我走路回来的 耽搁了十几分钟 婆婆实话实说 也算不上顶状 杏子妈妈心里很不爽 在女儿面前 挑拨离间地说婆婆很阴险 让她以后长点心眼 千万不能委屈自己 孩子满月后 杏子妈妈没有回去的打算 还要求婆婆 每天必须做六顿给女儿吃 婆婆也没说什么 只她上午要去菜地看看 怕十点赶不回来 就把材料准备好 让杏子妈妈帮忙做一下 这句话惹火了杏子妈妈 插腰破口大骂 我是来照顾我女儿的 可不是给你们家做保姆的 孩子姓李 又不是我们周家的 当然得你伺候 婆婆是个 不会骂家的老实人 但也从来没有被欺负过 嘟囔了一句 那我也不是给你们 当保姆的呀 杏母娘时刻 这句话说的 确实有点不好听 杏子妈妈转身 拖着女儿就要回娘家 一副夺理不饶人的样子 走 跟我回家 明天就去离婚 现在男多女少 改天妈再帮你找个更好的 杏子从来都是对妈妈 言听计从 唠叨了婆婆几句不说 还要抱孩子一起走 却被妈妈给拦住了 你傻呀 带着孩子不好嫁 婆婆见儿媳妇 要丢下刚满月的孙子 来也拦不住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认错 亲家母 都是我嘴快说错话了 我跟你们道歉 以后保证一天六顿 顿顿不宠样地做给杏子吃 杏子本来就有点舍不得孩子 再加上婆婆这一跪 就答应不回去了 她妈妈气得 独自跑回家了 婆婆为了家庭和睦 从没有给丈夫和儿子 说自己给儿媳妇下跪的事情 继续无怨无悔地 伺候着儿媳妇 带孙子 可杏子一点没有反省的意思 在妈妈的教导下 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婆婆挑剔 对老公不满 总觉得自己是下嫁 婆嫁所有人 都必须以她为中心 儿子三岁时 杏子想吃鱼 婆婆忘记买了 她气得抱着儿子就回娘家 自结婚后 稍微有点不如意 她就回娘家 必须要老公去求无数回 才能回来 这一次 柱子怎么都不愿意去接 公公婆婆劝说也没用 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 真当自己是皇后啊 太得寸进尺了 她想住就让她住吧 懒得伺候 家和万事兴 婆婆买了些礼物 偷偷地去接儿媳妇和大孙子 被姓子妈用条子轰出来 还嚷嚷说 让你儿子打光棍去 我女儿生的一枝花 离了你家 还可以找个更好的 家和万事兴 婆婆也没有跟柱子说 被丈母娘用条子 赶出来的事情 几天后的半夜两点 柱子接到姓子电话 是儿子的声音 哭着说家里没人 她很害怕 四岁的孩子表达能力还不好 柱子急着开车过去 刚下车 就听见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小小的她趴在院子门上 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她抱着儿子 在隔壁家的麻将桌上 找到丈母娘 问了才知道 姓子出去黑歌 忘记带手机 柱子不顾丈母娘的大吼大叫 执意带儿子就回家 第二天 姓子母女就回来了 丈母娘要柱子 给姓子道歉 她不从 丈母娘 就把婆婆那次下跪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你妈都对我女儿下跪了 你凭什么不道歉 婆婆给儿媳妇下跪 柱子听后心里特别难受 则骂了姓子 这事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难道道歉的不应该是你吗 道什么歉 你们全家都反了 走 今天就去民政局把婚离了 现在男多女少 你们又带个四岁孩子 看有谁嫁给你们家 我闺女才不担心 保证每天提亲的人 都会从村头排到村尾 离就离 我还懒得伺候 柱子也不甘示弱地 顶撞了蛮横的丈母娘 就这样 真的离婚了 离婚没几天 来姓子家提亲的 确实不少人 要么就是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要么就是家里穷的 揭不开锅的那种 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抢手 最重要 大家都是邻里相亲的 姓子在婚姻里的恶霸 还有她这个脚屎棍的妈妈 早就臭名远扬了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都会避而远之 足足有半年 相亲一直高不成低不久的 就连姓子妈妈说这话时 明显没有之前的底气 女儿慢慢来 总会有好的 你放心 妈妈保证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姓子心里对母亲是有怨恨的 可嘴里却不敢说 柱子这边有了好消息 她和一个带着五岁女儿的 单亲妈妈看对眼了 父母一点不嫌弃的孩子 还说可以给孙子做伴 挺好的 虽然没有和那女的结婚 但俩人发展得很不错 两个孩子也是好朋友 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的 姓子那边 来提亲的人变得寥寥无几 偶尔有几个条件好一点的 可对方也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要么必须保证生男孩 最好是三年抱俩 要么就是父母身体不太好 娶媳妇就是为了伺候公婆 还有一些 年龄偏大倒是不嫌弃女方离婚 可以想到嫁过去 就要伺候老头子 打死也不愿意 也有些根本不在乎 女人是否离婚 生过孩子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能娶上媳妇就好 可这种不仅穷 长相也不好看 最主要的好吃懒做 比起柱子差得太远 到了这时候 姓子母女才知道 婚姻永远是等待交还的 眼高手低 自以为是是抢手得很 其实没有谁是真正的瞎子 谁也害怕 娶个祖宗回去供着 听说柱子要结婚 姓子急慌了 怪妈妈毁了她的幸福 不吃不喝地 逼着妈妈回去 求柱子复婚 姓子妈妈去了柱子家 本想用孩子做要先 不料孩子却说 我喜欢阿姨 还喜欢和姐姐一起玩 孩子是最不会说谎 谁对她好 她就喜欢谁 碾谁 丈母娘第一次 向前女婿低头 柱子 都是妈的错 你可以怪我 姓子是听我的话 才离婚的 婚姻还是原配的好 后妈也不靠谱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就原谅姓子一次 好吗 面对丈母娘的低头 柱子不卑不亢地回答 我家妙小 真的伺候不了你女儿 她永远是孩子的妈妈 可以随时来看孩子 祝福她 早日找到她的幸福 都说智山会同欢 自从认识新女友后 柱子变得聪明很多 说话做事很是果断 再也不像过去 拖泥带水的 姓子妈妈沮丧地回到家 对着躺在床上 玩手机的女儿说 那么多单身汉 咱们不筹假 妈妈明天去找媒婆 一定帮你找一个更好的 姓子把手机摔得粉碎 用枕头蒙住头大哭 她恨自己 亲手把幸福给弄丢了 再也找不回来 其实妈宝女和妈宝男 只有性别之分 其他的都一样 性子就是典型的妈宝女 如今的下场怪不得别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尽力满足